台北101跨年夜 吸引約10萬人次到場觀賞 101周邊到處人幾人 只要稍微一個不注意 很有可能就跟親朋好友走散 而就在當晚接近10點 遠景發現一名不到2歲的男童 竟然獨自一人 在市府北光廠的一棵榮樹下 不停哭鬧 而男童的身邊居然沒有大人陪同 趕緊上前 先將他安置在市府的指揮所 這個天氣大概16度到17度 也算是一個蠻寒冷的夜晚 小朋友在現場他一直在哭鬧 直到民眾發現 通知我們現場都通了 一個多小時後 也就是約末11點鐘 一名30歲的男子 慌張的跑到指揮所表示 小孩走失了 但身上沒有帶任何證件 遠景謹慎其見 待會派出所 進一步確認身分 然後這個彭信男子 他先去廁所如廁完之後 發現回來 他的朋友看到小朋友都不見了 走失的男童 說話都還不會講 在值班遠景桌上爬來爬去 原本哭鬧焦躁的情緒 直到見到爸爸才平靜下來 而這名粗心的爸爸 好在有遠景的幫忙 才能及時找回孩子 因為一時的疏忽 差點就得因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這也關注到徐曼嘉 台北報導